2018年虽然刚刚开始了三个月 不过小编可以断定 2018年在香港的演艺圈肯定是一个古天乐年 他凭借主演的影片 杀破狼贪狼连夺多个影帝宝座 3月22日晚他在香港出席某网络颁奖里 再次被封影帝 可以预见今年他肯定会继续不停的领奖 让影帝的称号深深的烙在自己的名字前面 很开心了 因为再次捧的故事去拿奖 感受真的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都不知道开心到能再说什么 另外近日电影版寻情记终于宣布 由古天乐、林峰跟萱萱三大电视版主演继续演出 令这十多年来牵肠挂赌的粉丝们终于盼到了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剧情的走向跟造型的定制了 不知道十几年后再演向少龙 古天乐会带给大家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 其实寻情记终于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今年会开拍电影版 我们这次我知道会有林峰跟萱萱一起做的 感觉真的好像回到电视台感觉一样的 但是我知道这一次都是一个电版 跟以前的电视剧是另外一个新的 另外一个新的戏的 新的戏来的 跟以前电视剧是完全没有 不不有关系的 但是就是另外一个部分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到时候看的时候 会有一个惊喜 我其实我觉得当时候 香肖龙我演的时候 就是那个感觉到现在 我也很深的 我这段时间都有 其实真的在网上也要看到 有重播 所以自己也要看 那个感觉我觉得放心吧 当电板开的时候 香肖龙会回来 模方全美香港报道 感谢观看